現在是年輕一輩非常重要的一個能源政策的研究的學者 他也是歸於這個氣候變遷非常重要的一個研究者 另外他也是公民就是省議室民主的推動 所以剛好在能源以及氣候以及在這個公眾參與裡面都是 這次推動了很多事情 所以我們請志倫來跟我們分享一下他的看法 謝謝 謝謝委員理事長 在座為女士先生各位晚安 各位午安 抱歉 非常高興這個機會我只有十分鐘 但是我想一開始可能還是要感謝 因為我現在好像在搜尋一些網站 我找到一天趙趙康在去年 2010年寫的就劉任謝德志 各位如果用虎狗去找一下 我覺得這也是我想他在趙康康在這裡面提到 對於謝副主委在這段時間期 我覺得這裡面有很多一段話 比如說以前原能會和台電是一家人 我們都和技術知識好像只有他們懂核電 其他不懂 但補導這些給我們的警訊 我們不得不思考 台電的工程師會比東電的工程師還嚴謹嗎 台電的河岸會比東電的河岸 高球更高 我想這個講出了大概在這段時間來 很多的這些討論 那我想謝副主委在這裡面 我想趙康剛那邊最後提到說 因為謝副主委在這邊很多言論 讓他重新開始願意建立一些信任 那我想這也是我今天在這裡面 思考的一些起點 因為時間有限 我就總共有幾個提讀 對他的學愛的這邊提讀 那我想我在思考核電液體 其實它非常複雜 它不只在全球 在台灣也是 那我想也呼應剛剛在這邊提到 它是必須從一個比較歷史的觀點 我想我很快來看一下 核電其實它本質上就一直很複雜 它其實是一個原子能 美國原子能輸出 在1950年代的一個核電的輸出 所以它其實它本身就有很強的一個 從原來軍事轉成這種經濟跟其他的考量 另外一個其實在台灣引進核電 我想不得不考慮當時其實的軍事外交 還有兩岸的這樣的特性 當然也有這樣的核能安全 能源安全一個當時的大的考量 那大家如果回顧 我可能在座我不知道 我們可能都還很小 或者那時候時大建設 那時候它把這個核電當作一個 當時進步的象徵 如果過去去看這個相關的例子來看 核電是一個非常象徵性的一個科技的進步 也是台灣可以走向下一個階段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科技的代表 而在能源政策的規劃裡面 核電也是一個非常中心的規劃 我想從很多的歷史資料可以看到 我們從很多能源會的 過去的能源政策的相關的官員 或是一些學者 你可以看到 適合能為所謂的自產能源 我想這就是在一個歷史的回顧 但我想中間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從剛剛麥克斯的方法裡面 三菱島跟全國是有部分的轉向 不過如果看到那個數據的看 其實它是繼續上升的 那個上升 所以很多人就認為說 其實那段時間的轉向 其實並沒有真正的這個發生 我想中間其實 這裡面放進台灣的脈絡 其實包含核四的停建 跟續建 兩千年前後這樣的一個政治的 的大的一個轉折 我想這個是核電在台灣 其實讓它很難 很難變成脫離一些政治的思考 它變成人家對我們說是什麼 所謂民黨或是國民黨裡面的 互相不管永和或反而的深組派 所以這也讓很多環保團體 或很多關係的人士 我覺得這是非常深陷你在這裡面 你好像選了永和或反而 你就變成是某黨某黨的代表 那我覺得台灣在某種程度 所以我必須跳脫這樣的一個 必須就像剛剛謝伍主也提到 其實你必須認真地思考這些議題 其實它有很多必須客觀討論的成分 那我想福島維基在台灣現在這個脈絡 重新幫我們給我們一個警鐘 因為它不再是過去所謂歐美 歐美然後俄羅斯這些國家 產生的這些核電的國家 它是我們臨近的日本 而且是我們大家從上認為是一向嚴謹 非常嚴謹的這個國家 所以我覺得這個附近 這樣的一個對我們台灣 其實必須更細緻的來討論今天核電 我的一些發展 那我覺得最近的一個發展就是 華東統最新的這個所謂核四續建 但是所謂核一核三按照時間主義 我想這是目前最新的發展 那我看到這裡面大的一些轉折 其實核電一直是被這樣一個 爭執的脈絡的牽扯 那這裡面其實有些不少批判性的觀點 我想說如果看一些歷史的回覆 你可以看到比較經典的所謂反核是為了反獨裁 李軍老師之前提出來經典的看法 那當然那時候很多人認為這個反獨裁是不是只是為了政治威權 但是我相信他在這裡面的概念不是只有政治威權 當然如果你回顧198年代199年代那時候的反核運動 其實那時候是兼顧了反國民黨 反核 反台電或等等的一系列的反的那個時候的政治情緒 但是今天可能必須來仔細的梳理 到底這裡面那個反的是什麼 那我覺得核電有一個非常大的特色 就是剛剛這裡面提到 它是centralized 它是一個集中式的能源 所以他這對很多能源電力的管理者 當然他有他的方便性 他覺得他只要裝了一個大的機組 好像就解決了所有事情 但是其實這跟現在大的 剛剛提到的在這年齡的趨勢 完全是一個不同的不同講 不同的mindset 不同的思維 一個是所謂更分散化 更在地化 那這裡面核能的科技本身也反映了很多 所謂專業知識的壟斷 剛剛我念了你小段招要剛寫的話 還有很多在這裡所謂台電園能會等等長期以來 對這個議題的這些所謂壟斷性的這些解釋說法 那這個反映了在這裡面其實很多的一些看法 當然這邊所謂我們也可以說到 所謂資訊文官跟民主失禮等等 都是在長期以來 為什麼在核電議題在台灣 其實很難真的跳多一些政治的這個部分來思考 我們一直沒有辦法很好的一個開放性的討論 當然曾經有過 在2000年的時候有一個所謂的核實再評估 但是這一次其實後來也並沒有非常的成功 那我們認為其實能源政策 它必須從一個在地化跟更年民主化的一個角度來看 它已經成為我們現在面對氣候變遷的一個 不能重新思考的一個中央一環 所以我覺得它必須更多的溝通 而且有些公平參與的機制 那我簡單來看是說認為其實在未來的這個 其實有幾個可能要思考的啟示跟出入 我覺得這裡面後輔導的這個危機 這一次可能按照剛剛的 其實那個圖真的是下來 不能下全球這個趨勢 但它這次還是在各國的辯論裡面 你看到它反應我們在氣候危機 跟能源安全的這個矛盾的情節 所以最近馬英九常常 馬英九總常常在提好像都在青年團隊一直 到底是廢核還是 還是要這個 就是溝通機減量 我就覺得這兩個的這個選擇 並不是完全的答案 其實在這邊其實我們必須有更深層的思考 來看這個能源的安全 事實上你可以站在聯合國氣候變化高峰 裡面其實它是不處理核電的問題 因為這核電它視為各國的這個自己的政策 那它也不把它放棄所謂的清潔發展機制 這個其實非常清楚的 那另外其實我覺得在東亞國家其實在這邊 其實你可以剛從這個數據也看到 目前整個核電的大量的基礎的興建 都在東亞國家 那其實這裡頭從最近的一些民調數據 你可以看到 其實反映了東亞的國家或是人民 其實對於這樣一個科技的一些 這種的思考可以依賴 包括日本跟韓國 這個我講這樣的討論 那另外一個是替代性能源的角色 可能在這裡我們必須跟逐漸來思考 因為在台灣替代性的能源一直 我覺得在因為長期的以核電為中心的思考 能源政策是遐漸替代性的能源思考 變成一個附屬 或是變成在資源上有所 有所淨核的關係 那其實反映只要放進一張slide 一直沒有找到 就之前那個 綠盟趙家瑋做了一張slide 就是 在過去1990年到現在 有一張slide 你看到全球在英國德國還有很多國家 包含台灣那時候其實在生能源 大概都將近百分之一 所以換句話說我們在1990年代的時候 各國在在生能源發展幾乎是 幾乎是同一條體現 百分之一 可是這20年來 英國跟德國已經都超過 10幾到20% 台灣幾乎還是百分之一 那誰來怎麼來解釋說 這過去20年來 在生能源台灣還是原地一踏步 那其他國家的 還是10幾到20%的發展 我想這個其實很清楚 是一個國家的政策 跟來帶動了這整個的一個發展 那我覺得在今天 我們就覺得 點上有幾個可能的途徑 第一個 我覺得把一些經濟的選擇權放為台灣 其實前一陣子跟一些朋友 不管綠盟還有很多的一些朋友 他們在推一個所謂 綠色電力的選擇權 我想各位 Google一下可以找到這樣子 過去在很多國家有所謂的 可以買綠色電力 就是說 這已經不是在台灣很新鮮 你可能會去買有機的食品 買一些健康食品 你願意多花一點點錢 覺得這是對家族最好健康 或是友善 環境友善 那為什麼在電力的這個部分 我們沒有這個選擇權 當然知道最近能源局 還有很多單位 已經開始針對這個部分 開始做一個研禮 那我們希望這個部分 開始能讓民眾 能有這樣的電力選擇 你可以去購買很多的 這樣的一個綠色電力 在歐洲很多國 美國的很多國家 像Intel等等 或大家喜歡的所謂iPhone iPad等等 他們都有90% 他們所謂買綠色電力 雖然不見得百分之百是來的 但是他們願意付更多的錢 讓他們企業的探測機降低 或是讓這個 整個環境是友善 而政府可以拿這筆資金 做更多的 再生能源的投資 那過去這也可以來 從民眾的角度來改變 綠色能源的配備 另外一個其實是 我覺得可能台灣還是必須 還是延續思考 所謂我們的 ASIS strategy 也就是說 我們這個核四的 未來是怎麼樣 這個我覺得 這個必須有很多的思考 那對於 關於這裡面 比如說有人認為說 我們投資了3000億 或是多少 還有這個道理 是不是要不要回收 等等 那我覺得這裡面都必須 把這些成本 這些東西 更開來 更清楚的思考 我們到目前為止 其實還在夢城 這個資訊還是不公開 或是說它是不清楚 所以這個部分 怎麼樣讓人民做更好的診斷 那我覺得這裡面慢慢的 我覺得有必須 更多的公務門 開始做這樣的溝通 比如說社會 來建立這樣的一個社會的信任 當然核四公投 或許 當然這種目前的公投形勢 我覺得還是比較保留 但是我覺得 必須有更多的資訊公開 跟社會的對話和辯論 這樣的公投 現在 當然最近有很多人在推 當然 這我覺得是一個 可能或許是一個平息的 但是我希望是一個 在這個公投之前 能有更多的資訊公開 跟對話 我不是說在目前資訊 還不完成 或是在扭曲的情況下 或壟斷的情況下 冒然進行這樣的一個事情 但我覺得這或許是一個出爐 但是 我覺得這個是大 最近其實很多人在談 歐洲的這些 對核能的這些解決的方案 那我想也是呼應 剛剛前面幾位先前談到的看法 那我最後幾點的 就是大概很多人都提到 我想這也是台灣目前在 這邊幾個辯論 或許我也想聽 在這幾點的一個看法 第一個是說 台灣地小人籌又是獨立電網 因為很多人說 歐洲是因為他們電力可以互相支援 所以他們 他們可以不需要發電 那台灣如果是獨立電網 我們是真的一定要選擇核電 第二個在發電成本 我覺得剛剛從這邊看出來 從這個生產或等等 其實都非常昂貴 那為什麼台灣一直算出來 台灣是最便宜的 那到底核電是昂貴 還是在這還是很昂貴 我想這個或許 這邊可以幫我們做一些回答 就是一些 另外一個 其實這幾點 我記得在很多朋友提出來 這個 到底是不是有可能 所謂的電力的需求的成長 在未來十年是沒有可能達成 所以這個就是來思考 因為事實上不是沒有先例 我覺得在 我們最近在看一些數據 其實在加州 各位如果去看加州 之前院長 我記得他在一些演講的提到 加州的一個能源 一個需求的一個 百分 我忘了那個配備 它在過去二三十年繼續維持一定 就是他們的消費 跟整個這個 這個比例是維持一定的 換句話說 是有一些成長 但是事實上可以控制在一定的 一個情況之下 那我們是不是有可能 呃 來台灣走向 這個 因為我們也可以想像 電力不可能無限制的 我們也不可能 不管是用 災難能還是核電 不可能無限制的成長 那這個 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或許我可以請麥克 來這裡做一些 簡單的回應 我先做這樣的分享 謝謝大家 呃 非常謝謝英子文教授 那我們現在就請我們今天的幾位呃 參加我們就到前台來 因為我想我們其實在接下來的時間 其實就是 就是提問跟答案 就QA啦 所以我們其實等一下可以稍微 比較不拘束這個時間的形式 所以我們現在請那個 呃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呃